我自己看這次 這個個人何曙基的展覽 都可以說是他很新的一些體會 還有我也想告訴觀眾 其實藝術家會經歷很多種不同的創作階段 很多時候我們只看一個藝術的形式或者內容 而藝術家就是有不同的創作時期 他有不同的一種心理和一個要求、一個體會 何曙基已經持續創作了很多年 他對於這個身體的感知 對外在世界的認識、感受 其實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到今次的時候我覺得是 其實很多的不知道在藝術上高 對人生、對世界、自然 那個有很多的看法 今次可能我希望 觀眾可以多點在這個角度欣賞 究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展示的表象 一些很當代藝術的一種展示的方式 或者一些很概念性的一個設入點去看一些藝術 但是可能今次多點去看一個藝術家 一個人他參與了這個題材 一段時間 和創作在人生裡的經歷的時候 他怎樣在他的藝術作品裡 我們可以有另一種體會 還有我期望今次的觀眾可以進入 信心多點 一個他的內在的世界 而不只是看一個藝術的形式 因為一個我想他很想告訴大家 他所發現到的世界 或者是自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 怎麼樣 基本上我覺得觀眾都應該是用一個玩的心情 去經驗一下身體在一個這樣的裝置底下 他和這件物件所產生的關係 特別是今次的展覽的主題和幾何有關 他的身體的活動和那些物件怎樣回應那個人的身體活動 其實都會帶出很多和幾何的圖形有關的一些效果 我都希望觀眾可以玩這些東西